大家好,欢迎收看绿眼睛频道 又来到了欣赏摔跤美女的时间了 眼镜兄时常都会为各位介绍一些 美丽和能打的女子摔跤选手 同样的,今天眼镜兄也会为大家带来 美国摔跤大联盟五位经典美女 在这之前,记得订阅绿眼睛频道 点击小铃铛 眼镜兄将每周更新有趣事件和影片 废话不多说,现在就去看看 是哪五位美女要出场吧 1978年,出生于蜜尔沃基的Candice 是位美丽及火辣的黑发美女 勇敢的女孩在19岁时 就独自一人闯荡洛杉矶 从事过模特以及演员的工作 拥有傲人的身材 令她在娱乐圈得到成功 Candice是在2004年 参加了DivaSert比赛 尽管最终未能入选 她还是得到了公司的聘用 如此迷人的她 在2006年登上花花公子杂志 封面女郎 从此名声迅速崛起 除了性感美丽以外 人家其实还夺得过女子冠军头衔 就在2007年 Tandice击败对手Morina 夺得自己的女子冠军头衔 她也成为首个 从DivaSert出道的女子冠军 然而眼镜兄觉得 这两人的另一场比赛 会更加的吸睛 她与Morina打出的泥浆赛 简直让眼镜兄眼前一亮 两人一起玩泥浆也就算了 还把前来访问的黄衣女子 也一起拖下水玩个痛快 最后连裁判也不放过 四人完成了一团 简直令人羡慕不已 在四个月后 Candy被这女子冠军腰带 迎来了Pack P-NEX的挑战 经过一番苦战 Candy输掉了比赛 成就了Pack P-NEX Hivek一边赢了腰带 一边哭成泪人 后来的伤病困扰 使得这位黑发美女 无法再次创造辉煌 最终她在2009年选择了离开擂台 无论是她的外形 还是摔跤的天赋 这位Diva始终令我们难以忘怀 Lita Lita出到WWE时 被安排与E426搭档 两人出场时 总是甩着那飘逸的红色长发 斟酌红色紧身裤 非常抢眼 不久后两人分道扬镳 Lita便与Hearty Boys走到了一起 并合作了长达五年的时间 在眼镜胸的印象中 比起其他女子选手 Lita算不上是天生励志 也没有其他人那般魔鬼身材 但是她在擂台上的气势 和华丽的摔跤技术 却是她吸引人的地方 靠着自己强大的摔跤能力 Lita曾四夺WWE女子冠军要带 可说是一项惊人的记录 Lita在2005年 以单飞后的Itch开始了恋情 为了帮助心爱的男人上位 即使是受到观众的辱骂 Lita依然选择不惜一切 而她以Itch在擂台上的一场床戏 不但成为了WWE经典的一幕 也使收视达到了最高潮 Lita在2014年入选了名人堂 这位红发美女 令摔跤迷门记忆犹新 Sabre Sabre大怪兽的老婆 虽然目前已经年过半百 但是当年她在众多女子选手中 可说是最抢眼的一位 她在场上的火辣程度 曾让众多男选手合不上嘴 在擂台下的剧情 有点超过擂台上的技术与能力 不管怎样如此迷人的Sabre 老麦还是会派发些奖励的 Sabre在98年拿过一次女子冠军腰带 也是第一位登上花花公子杂志的女子选手 在Sabre的年代 老麦通常把她当作花瓶搏眼球 上擂台主要工作就是秀性感 什么枕头大战比基尼大赛还是比赛穿衣服 各种妖艳姿势 眼镜胸的眼球都快掉出来了 我想大怪兽想起老婆的这些惊人事件 也是力光满面吧 马丽斯 马丽斯这位金法美女 是位加拿大法国的混血妹子 性感美丽 倾国倾城 目前已经属于丈夫米兹所有 马丽斯在加入WWE之前 是位职业模特儿 当然如此好的条件 不当模特儿也实属可惜啊 2006年 DWA3决赛选手之一的马丽斯 性感撩人以时尚潮人标榜自己 成为Smackdown电视直播里最性感的女星 当然如此好身段的她 也是花花公子杂志封面里郎的一员 在2008年正式以Smackdown签约 并在同年赢得了自己第一个DWA冠军腰带 这金腰带她可是戴了长达七个月之久 这也是历史上第三场的统治时间 之后马丽斯以2009年被RAW签下 在2010年再次夺得DWA冠军腰带 这也使她成为第一位两夺DWA冠军的选手 虽然马丽斯在2011年离开了擂台 但在2016年 马丽斯以丈夫米兹经纪人的身份 再次回归擂台 今天最后一位登场的摔跤美女 Sani可能对一些年轻的摔迷来说会感到陌生 毕竟Sani已是鼻祖级别人物了 严格来说Sani不算是一位摔跤选手 出场音乐的第一季 I Know You Want Me 完全展示出她对自己的自信心 95年签约WWE 以记者身份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在96年 Sani带领Skate和Jit兄弟俩 在摔跤狂热大赛12中 夺得了世界双打冠军头衔 从此Sani便人气直升 应有Sani比基尼画集的RAW杂志 麦克满堂红 她也是America Online上 图片被下载最多的女性 一瞬间成为了WWE最受追捧的女子选手 虽然这些年来 场外不断的试飞以及绯闻 一直困扰着她 但是这位能身兼多职的DWA 从不害羞和躲避 而一直拥有独立性格和领导能力的她 也在2011年被推荐进入了名人堂 好了 看过了这五位经典美女 大家也该让眼睛好好休息了 如果你还有更好的建议 欢迎到下方留言分享 眼镜兄将会为大家带来更多更有趣的影片 我们下期再见